各位觀眾 邀請去年正式行為特殊團隊 教育的經濟宵以後 土木技術頂前往來培訓 從未經濟地參加消防署NAP中興認證 之前第一次出於模擬認證 又要請消防署告官平和基督 請同樣地請求作為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員聯繫 對 人員聯繫的這一塊 到時候也會考驗大家 因為尤其我們的集中力跟注意力 會隨著時間拉長 有時候你要面臨到同仁對你的反覆跟壓力 這也是我們到時候 各位你們在擔任 包括管理組或者是領導幹部這邊 所要面臨到的一個挑戰 你怎麼去把你的人員去做有效的一個聯繫 讓他們可以適時的休息 尤其是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發現有些隊員 因為注意力也降低了 到那個階段 還會發生一些突發的一個情緒 我們也在今天可以看到的 這個部分也都跟尤其小組的去做一些溝通 然後有些東西確實是你的情景沒有推到那邊 這樣講是沒什麼用的 所以大概等一下我們會來講一下 你們接下來如果要演電的時候 就要怎麼做 一道早八點 就說對接著動員通知 對各分對整來報道 對裝備上車 行政會議間不完勝了後 車從出發到任何地點 開始加上行動機台 實在完成每一個動作 在裡面 稍微的窗戶下來 沒有這個 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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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耶 很熱 操作到暗明 在大火當中 相當時 拍廟完成操作目標 完成一步之後 更含消防署 教官討論 需要改進的地方 相當教授 蔡健安 正來關心慰問 上次了解基地來 基礎設施到完成 以表是 該館意氣近年代 參加項目認證 通過人情了 後 靠主教教授 國際人 就救完 輪班的名單 對該館的死命安全 也更加有保重 基礎設施到 黃培改館 從補兜